第829章 私生子 我说 那小家伙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 你怎么那么喜欢他 为了他连演唱会都能推迟 还能写新歌乐清凌有些称怪的说道 私生子 你别瞎说 唐乐很无奈的说道 但不知道为什么 当他听到私生子三个字的时候 心中突然有了一丝连一般的触动 他又怎么会感觉不到 在蓝轩宇身上那些和自己相像的地方呢 只不过 又不完全一样 除了相像之处外 似乎还有一种和自己抵触的气息存在 可无论怎么说 每当他见到蓝轩宇的时候 心中就会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喜爱之情 是那种无论为他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的感觉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如此 现在也更是如此 十几年过去 蓝轩宇渐渐地长大了 他们也越发地熟悉了 对于唐乐来说 这似乎是他不多的牵绊之一 发现唐乐沉默了 乐轻林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会是真的吧 我越来越觉得他长得和你有点像了 甚至比你还好看 坦白交代 你是不是以前 好了 给我安排最快的飞船 我要出发了 唐乐突然有些躁动地说道 乐轻林一愣 这么多年来 唐乐始终温润如玉 似乎从来都没有脾气似的 哪怕是偶露争容 情绪上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像现在这样的焦躁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难道说 那孩子真的是 乐轻林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立刻出门去安排了 只是心中一股酸涩之意 却在不停地蔓延住 此时的蓝轩宇 已经回到了史莱克学院之中 他现在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乐叔叔跟自己约的是三天后 娜娜老师跟自己约定的 也是三天后 那三天后 自己究竟是应该 跟乐叔叔学习锻造呢 还是跟娜娜老师 学习元素掌控呢 学哪个好 想了想 蓝轩宇突然脸上 流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对他来说 修为提升最重要的两个助力 就是乐公子和娜娜 可是 说也奇怪 似乎是王不见王 自己来史莱克学院 快六年时间了 他们都经常来看自己 却是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次正好是巧合地碰到一起了 那就介绍他们认识一下好了 不知道乐叔叔和娜娜老师见到 会有什么反应 他们都那么优秀 那么出色 咦 乐叔叔是单身 娜娜老师也是 是不是可以撮合一下他们呢 蓝轩宇下意识地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配得上娜娜老师的 似乎就只有乐叔叔了吧 嘿嘿 给他们牵个线试试呗 他们都是自己最喜欢的人之一 要是能在一起 岂不是完美 想到这里 他不禁黑黑黑地傻笑起来 这些想法也只是在他脑海中一闪而逝 这是三天以后的事情呢 而现在最让他心情躁动的 其实是脆魔战剑啊 他真想找个地方 立刻驾驶住自己的脆魔战剑 横冲直撞一番 好好地练习 练习操控 要是能够把脆魔战剑给练好了 那太空之中 岂不是任由自己遨游 就算打不过 以脆魔战剑的速度 跑还是跑得掉的嘛 可惜 出于保密考虑 母星附近 几乎全都是在联邦各种 探测设备的监视之中 又让自己怎么练习啊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回到宿舍 蓝轩宇先通知了白秀秀和伙伴们 自己已经回来了 并且将自己突破成功的好消息 告诉了他们 约大家晚上一起出去吃个饭 庆祝一下 突破成功 他最大的心事已了 对于三个月后的毕业考试 他现在心态轻松得很 先前一直忙着锻造 已经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完了 正好今天回来 放松一下 其他人都欣然应语 约定傍晚时分在学校大门口集合 白秀秀却是告诉蓝轩宇 让他在宿舍中等自己 时间不长 门铃声响起 蓝轩宇打开大门 白秀秀已经翘生生地站在外面 没有什么装饰 就是简单的史莱克学院外院绿色校服 可穿在他身上就是那么美 哟 小仙女来了 快进来 蓝轩宇一把将他拉了进来 然后张开双臂就要抱他 白秀秀双手推在他的胸口处 像他可爱的一刺牙 我可不是什么小仙女 我是小魔女 不需使坏 蓝轩宇眨了眨大眼睛 一脸委屈地道 我只是想要个温暖的抱抱 你都不知道我这次突破受了多少苦 差点就扛不住了白秀秀一愣 推在他胸口的手臂自然就软化了 被蓝轩宇趁机拉入怀中 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温暖如玉 一幅如是 抱着白秀秀 蓝轩宇心中念头却是纯洁无比 此时此刻他内心之中只有满足感 就像是外出忙碌的一番的丈夫终于回家 见到了等在家中的妻子 给了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那份温暖足以支撑起他整颗心脏 白秀秀闭上双眼 将小脸埋在他肩窝 双手还住他的腰 熟悉的气息 安稳的怀抱 每天刻苦地修炼 他又怎能不疲惫呢 尤其是精神上的 此时被蓝轩宇抱住 他竟是有点困了 困得想要立刻就在他怀中睡着室的 两人就这么抱着 蓝轩宇惊讶地发现 白秀秀的呼吸很快就变得均匀了 然后整个人的重量都靠在自己怀中 对时 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疼感在胸中蔓延 他小心翼翼地将他抱起来 正准备走向卧室的时候 白秀秀却是惊醒了过来 你干嘛 看着将自己公主抱抱起来的蓝轩宇 白秀秀顿时瞪大了眼睛 一下就彻底醒了 蓝轩宇目瞪口呆地道 我看你那么累 想让你到房间里好好睡一会儿 睡吧 放心 我保证不做任何坏事 就让你好好睡 白秀秀在他肩膀上打了一下 快放我下来 睡什么睡 这距离傍晚都没多久了 待会儿你不是还要出去吗 不出去了 我这就通知大家 就说你困了 要在我这儿睡会儿 蓝轩宇下意识地说道 你想死了 白秀秀挣扎住下地 翘脸已经是一片通红 蓝轩宇这才意识到自己话语中的问题 不禁 黑黑傻笑起来 秀秀啊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这智商就有点不够用了 你说咋办 你是不是有毒 蓝轩宇舔住脸 黑黑笑道 你才有毒 我来找你是有正事的 别打岔 一边说着 白秀秀向后退开两步 给了蓝轩宇一个威胁 不让他靠近的眼神 什么事 蓝轩宇收起嬉笑之色 问道 白秀秀道 你的斗凯做好了 我特意给你送来了 你试试看 做好了 蓝轩宇顿时大为惊喜 谁不喜欢斗凯 对于魂师来说 斗凯就是他们的第二条生命 尤其是高阶斗凯更是如此 史莱克学院外院毕业条件之一 就是要拥有二字斗凯 这是硬性条件 是所有外院毕业生 都必须要达到的条件 第830章蓝轩宇的二字斗凯 蓝轩宇负责锻造 而他的斗凯制作 就由白秀秀一手包办了 白秀秀点点头 开启自己的储物魂倒气 一套银色斗凯 顿时出现在蓝轩宇面前 这套斗凯通体呈现味银色 但仔细看却会发现 上面有许多细细蜜蜜的 金色光点融入其中 充满了灵气 斗凯本身就有不弱的 能量波动存在 给人一种炫目的感觉 蓝轩宇自己的斗凯 自然是自己锻造的 他这二字斗凯在锻造的时候 主要使用了三种稀有金属 分别是星金 魔银和沈银 使用陈银 是因为陈银 是他对所有稀有金属中 清合度最高的一种 清合度越高 在进行熔断的时候也就越容易 而星金和魔银 都是非常高阶的金属 对于魂力放大 有着极好的效果 以陈银为媒介 融合两种稀有金属 最终达到三种稀有金属 完美熔断的效果 才有了这套豆凯的熔断金属 熔断效果极好 接近百分之百的程度 而这样的金属 在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也会更麻烦 因为本身太过坚韧了 制作时需要高温断烧不说 尤其是明刻核心法阵的时候 会特别的复杂 所以白秀秀为他制作这个二字豆凯用的时间 才格外的长 现在终于算是制作完毕了 在他们团队的器人之中 蓝轩宇其实是最后一个拥有二字豆凯的人 看住面前的银色豆凯 蓝轩宇心头顿时有种奇妙的感觉 二字豆凯的金属 是在一字豆凯的基础上熔断的 本身他就曾经酝养过很长时间 清和不成问题 更重要的是 他能明显感觉到面前这豆凯对自己的呼唤 金属是他锻造的 灵断创生 经过灵断之后的金属 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 虽然只是最基础的生命本能 但也和原本金属的死物截然不同 可以说 灵断是锻造的一次重要蜕变 灵断之后的金属 已经拥有了许多特性 蓝轩宇深吸口气 眼中光芒闪烁 下一瞬 他自身血脉气息骤然迸发 就站在他身边不远处的白袖袖 顿时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脉 突然剧烈地涌动起来 一种难以言喻的强烈冲动 骤然从体内奔涌而出 眼前的蓝轩宇 磅扶瞬间就变得高大了 坑枪 金属翠鸣声中 二字窦凯瞬间分开 化为一块块向蓝轩宇飘飞而去 首先抵达的是胸凯 轻薄的胸凯瞬间将蓝轩宇的前胸后背笼罩在内 胸口处是两道龙纹组成的 一边泛住银色 一边是泛住金色 正是金银双龙王的模样 两道龙纹不只是好看那么简单 而且内部还有非常繁复的花纹 那都是核心法阵 肩凯 臂凯 护腰 腿凯 战靴纷纷覆盖而上 当面具遮挡住蓝轩宇面旁的时候 他顿时感觉到自己整个身体似乎都因为斗凯而有所延伸式的 仔细看就会发现 他这看上去整体是银色的斗凯 其实些许的有些颜色变化 身体左侧是纯粹的银色 而身体右侧则更多的带了一点淡金色 最为明显的就是面具和背后展开的双翼 散发着奇异而神秘的光运 设计是蓝轩宇 白秀秀 唐宇格 蓝梦琴四个人一起完成的 结合蓝轩宇的能力特点 进行了非常详细而繁杂的设计 单从设计的复杂程度来看 比三姿豆凯也差不了多少了 蓝轩宇的右臂豆凯明显要厚重一些 从手背向小臂眼神带着一连串的尖刺 而左臂这边豆凯相对鲜薄 但在左手掌心之中 却有着一颗透明的宝石 这枚宝石还是在拍卖会上 寻宝寿发现的 当时这枚宝石是夹杂在一堆 各种各样的宝石之中进行拍卖的 这些宝石没有什么能量特点 就是好看 拍卖会也不是史莱克大拍卖场那种高端拍卖会 就是普通的一场拍卖会 一个小型拍卖场的 那天蓝轩宇他们出来放松 在大街上正逛着 寻宝兽突然提醒蓝轩宇 要到这场拍卖会上去看看 后来为了这颗宝石 蓝轩宇拍下了那一批宝石的全部 其他的都分散送给女生们了 这没留了下来 那就是一枚圆形宝石 镶嵌在掌心豆凯之中 通体透明 没有任何能量波动存在 但蓝轩宇却已经试过了 任何元素在穿过这枚宝石的时候 都有放大效果 怎么个放大法呢 就像是一个小火球在穿过它之后 会变成一个大火球那种 寻宝兽告诉蓝轩宇 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宝石 名叫星药石 乃是长期在星光照耀下 产生变异的一种宝石 有着极强的元素清和度 但因为对各种属性的元素都很清和 导致自身反而没有任何能量存在 但却是所有元素最好的放大器 有它在 蓝轩宇释放出的元素之力 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结合在窦凯上再合适不过 至少在蓝轩宇四字窦凯之前 它都是非常适合的存在 再拿回来之后 寻宝兽还专门用混沌之水 蕴养过它 让它的承受能力变得更强 背后双翼轻轻拍动 带动着蓝轩宇悬浮起来 它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血脉之力 在流淌到窦凯之中后 自然而然的就会在核心法阵的引导下分开 而不至于碰撞 龙和依旧是血脉之力的核心 而当血脉之力注入到窦凯之后 金龙王血脉和银龙王血脉的特质 会被分开 各善胜场 这窦凯唯一的问题就是 当蓝轩宇如果是使用龙神变的时候 必须要收回窦凯 窦凯容易承受不住它龙神变的特性 核心法阵有损坏的危险 事实上 也没有什么材质能够承受得住龙神变的血脉特性 不是说金属不够坚硬 而是金属内部的特性 核心法阵的特性承受不住龙神血脉的那份冲击 金属特性如果垮了 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这一点蓝轩宇自己也是无奈得很 一字窦凯反而好一些 因为窦凯本身不够强 只需要依附于龙神变的气息就可以了 但零段的金属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 生命层次和龙神变的层次相差太大 反而没办法承载 但无论怎么说 一身二字窦凯会让蓝轩宇在不使用龙神变的情况下 实力又提升一大截 感觉怎么样 白秀秀有些期待地问道 蓝轩宇笑道 太棒了 我也终于有二字窦凯了 尤其是血脉之力的分开应用 效果提升特别明显 白秀秀点点头 道 咱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方式 就是分别放大你的两种血脉之力 因为你五魂融合后的血脉 我们没办法去控制 只能如此了 嗯 没问题 很棒了已经 话说 秀秀 咱都二字窦凯了 这二字应该可以命名了吧 你的窦凯叫什么 我这个你也帮我想想窦凯分级 这几字 几字的 其实就是对窦凯的描述 第831章龙魔龙语 从窦凯出现的那一天起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 而这个惯例对于几乎所有魂师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 魂师命名窦凯的时候会将自己的五魂 爱人名字或者是特别有意义的字放在其中 蓝轩宇这么对白秀秀说 那意思已经是在明白不过了 白秀秀翘脸一红 指了指他胸凯下方 蓝轩宇低头看去 虽然是反着的 但他还是看到 在胸凯下方角落处 隐隐刻着两个小字 如果不是特别注意 还真的看不到 这是 龙魔 蓝轩宇抬头看向白秀秀 白秀秀翘脸一红 别过头去 这两个字就很好解释了 龙是蓝轩宇双龙的龙 魔自然是白秀秀冰魔龙的魔 好听 霸气又有意义 完美蓝轩宇笑呵呵地道 那你呢 白秀秀瞥了他一眼 低声道 龙宇冰魔龙的龙 蓝轩宇的语 蓝轩宇道 那你为啥不让我的斗凯叫龙秀 不是更搭配吗 白秀秀看向他 道 你不嫌弃我这个名字俗气吗 蓝轩宇道 我为什么要嫌弃 你的名字挺好听的 更何况名字只是个代号 我小仙女这么美 叫什么都是美 就算你叫翠花 我也觉得特别美呀 你才叫翠花 白秀秀美好气地踢了他一脚 脸上的笑容却是掩饰不住的 就叫这个吧 都给你刻上了 等三字窦凯再说 白秀秀说道 好 都听你的 那我走了 你自己熟悉一下窦凯的能力 要是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 就跟我说白秀秀说完就要走 因为他觉得蓝轩宇 看住自己的眼神 让自己心里有点慌 走什么 马上都该出去集合了 就在我这里待会儿吧 一边说着 蓝轩宇就要去拉他 身上的二字窦凯 则是纷纷化为光芒 收敛到身体之中消失不见 白秀秀向他吐了吐舌头 身形一闪 就飘退到了门口 谁要跟你在这里 你这个大灰狼说完 不等蓝轩宇追上去 拉开门就跑了 只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蓝轩宇恨得牙痒痒 却又偏偏拿他没什么办法 不急 等考入内院了再说 哼 放学时间到了 七个人在学院门口聚齐 看到蓝轩宇 钱磊第一个冲上来恭喜 老大 恭喜啊 突破成功了 感觉怎么样 提升大不大 蓝轩宇笑呵呵的道 还可以 回头咱们试试你就知道了 好啊 老大 你说我怎么办 我到现在也突破不到浑胜层次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回头你能不能用金纹兰茵草帮我试试 你这突破之后 血脉之力应该更强了蓝轩宇道 试试没问题 等明天吧 看看有没有效果 不过咱俩的血脉不是一个类型 而且我的血脉对金胖子似乎有所压制 效果未必会好 我觉得 倒不如试试银纹兰茵草 你的五魂提升 其实还是召唤金钱 银纹兰茵草很可能更适合你 金胖子就让他自然成长就好了 黄金笔蒙已经足够强大了 钱磊点点头 道 反正都试试背 能突破就行 他们都欺还了 都欺负我 我要是再不达到浑胜层次 没法混了 蓝轩宇试笑道 那我怎么办 我才刚刚魂王 你不一样吗 不说这些了 咱们今天去哪 钱磊笑道 蓝轩宇道 先去吃顿好的 然后去拍卖会转转 有好东西就买点 没有就当放松了 老行程 大家有一见没 众人自然是都毫无意见 蓝轩宇看向和蓝梦琴 手拉住手的白秀秀 白秀秀向他做个鬼脸 然后就躲到蓝梦琴背后 蓝轩宇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 心中暗响 早晚你也逃不出哥的手掌心 轩宇哥哥 你笑得怎么有点可怕 圆灰灰的话让蓝轩宇有些尴尬 赶忙到 没什么 没什么 出发 使来课程的夜晚始终是那么热闹 众人熟悉地来到了美食街 找了一家街边小店 吃火锅 这家小店经营的叫姜辣火锅 不用辣椒 锅底使用大量的生姜 再加上高汤和各种食材 以及一定的麻椒熬制而成 味道很足 非常辣 但和辣椒的感觉又不一样 最适合冬天吃 一顿吃下去 保证全身冒火 有什么寒气都给驱散了 七人围坐成一桌 大块朵頤 吃得不亦乐乎 也不用魂力驱散热气 任由自己吃得呼呼冒汗 极其畅爽 痛快 一顿饭吃下来 大家只觉得全身都通透了 就连精神的疲惫 都被姜辣的味道冲淡地消失了 走出餐厅 夜风一吹 真是要多舒服就有多舒服 七人闲听信步 一般在街道上溜达住 这会儿拍卖会的开拍时间 差不多已经到了 但他们本身 也没有明确的购买目标 并不注急 蓝轩鱼总算是 趁着大家不注意 抓住了白秀秀的手 然后就说什么也不放了 白秀秀挣扎了好几次 都没能逃出魔掌 只能是任由他牵着自己 你们以后都有什么志向 我是说未来内院毕业之后 蓝梦晴突然问道 众人下意识地将目光 集中在了他身上 唐宇哥微笑道 提出疑问的人 应该先自问自答 蓝梦晴道 我其实没什么志向 守护我的族人吧 我家历代传承如此 内院毕业 我们是没法从军的 或许在唐门历练一段时间 然后我可能就会回去了 对于蓝梦晴家里的情况 大家多少都知道一点 对他的说法自然也明白 他们那个母系社会 是需要守护者的 梦晴自身 又是如此的得天独厚 我的志向就是陪着你 娶你做老婆 钱磊绝不会放过 这样一个表现的机会 立刻谄媚地凑上去 笑咪咪地说道 死开你 蓝梦晴没好气地 踹了他一脚 钱磊也不恼 就那么跟在他身边走住 他可没勇气 去拉蓝梦晴的手 刘峰瞥了钱磊一眼 远大的志向 钱磊怒道 疯子 你啥意思 刘峰却不理他 等内院毕业了 我应该会留在堂门 进入战斗部门 或者是继续做斗天者吧 其实 我挺喜欢执行 斗天者任务的那种感觉的 冒险 刺激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这是我的志向 把钱磊哼了一声 道 难怪你说不想找女朋友 原来是想要出去浪 袁恩恢恢笑道 我没什么想法 我可能会去金灵星吧 虽然不能继承外婆的位置了 但我会多去那里 我很喜欢那边的感觉 充满生命气息 平和 乐观 大家都充满了阳光的味道 毕业以后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我应该就会留在那边 生活的时间多一些 然后就自己修炼 简 你呢 唐宇哥看了他一眼 道 我 我和疯子差不多吧 我想继续做斗天者 磨练自己 早日突破神机 他丝毫不掩饰 自己对于神机修为的渴望 第832章 突然崩了的蓝梦卿 唐宇哥看向白秀秀 道 你呢 陪助他 这个他自然是指的蓝轩宇 蓝轩宇顿时下意识地看向白秀秀 在他看来 容易害羞的白秀秀应该会否认吧 但让他意外的是 白秀秀也在看向他 眼眸中却没有了往日的羞涩 在蓝轩宇目光灼灼的注视下 白秀秀没有否认 轻轻地点了点头 嗯 我没有家人了 只有老师和你们 我也没什么志向和目标 虽然他说的平和 但在这一瞬 蓝轩宇却有种血液完全涌上脑门的感觉 那种感受让他险些一把 就将白秀秀拉入怀中 这还是第一次 他说愿意以后陪助自己 虽然说的不是那么清楚 可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觉到幸福的呢 唐宇哥笑了 你是个好女孩 传统的好女孩 来秀秀孝道 才不是呢 难道你们认为 他就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母星 或者是某个地方吗 你们难道没觉得 学院和堂门对他都不一样吗 未来他要干什么 很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预料 跟住他 或许才会有最精彩的生活 唐宇哥愣了愣 刘峰的眼睛却是亮了 同意的点点头 有道理此时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的 都看向了蓝轩宇 班长 该你了 蓝孟琴说道 感受着众人看向自己的目光 蓝轩宇的脸色却渐渐变得严肃起来 然后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叹什么气啊你 秀秀都说以后愿意跟住你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蓝孟琴没好气地说道 蓝轩宇道 未来嘛 我们的未来规划 其实现在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 我没有规划感受到蓝轩宇 语气中的变化 六人都不禁有些惊讶 蓝轩宇给他们的感觉 一向是阳光 睿智 积极向上 今天 他的情绪却怎么突然出现了 滴落的感觉 蓝轩宇沉声说道 接触这个世界越多 就越觉得很多事情 和我们美好的想象都不一样 而我们联邦 也并不像大家感受中那么的和平 你们应该都注意到了 联邦的七大宇宙舰队 根本就不在母星附近 大多数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袁恩辉辉道 不是在进行星际移民开发吗 蓝轩宇苦笑道 只是星际移民开发 需要那么强大的武力吗 现在我们所生活的和平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保护 有无数军人和前辈们的守护 挡住了外来强大的敌人 才能如此 我完全可以肯定 当我们进入内院 在内院的培养下 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之后 必然就要被送入前线 去面对那些敌人 因为这也是我们 在得到了学院助力培养 资源倾斜之后 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还记得当初刚入学的时候 老师一再向我们确认 是否愿意留下来学习的时候吗 那时候 其实就已经在告诉我们 未来我们要承担的责任 是何等的重大 尤其 我们还是这一代史莱克 奇怪的竞争者 假设我们真的能够成为 当代史莱克奇怪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有多么沉重 所以 伙伴们 收回你们美好的畅想吧 想要去完成平和的心愿 至少我们要为联邦的和平 做出极大的贡献 才有可能了蓝梦琴东当道 只是美好的畅想一下嘛 有必要这么给大家压力吗 蓝轩宇认真的道 人无压力 轻飘飘 更何况 当我们从外院毕业的那一天开始 这份压力恐怕就要真的压上来了 我们的实力 虽然还不算太强 但平均也有七环浑身层次 内院的修炼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但我当初看到过郑龙江学长 依旧在完成斗天者任务 实力越强 接触的秘密就会越多 承担的责任也会越重 我们没有退缩的可能 唯有迎男儿上唐宇哥笑了 秀秀说得对 跟住你 或许才会过上最精彩的生活 那些是责任 但同样也是经历 人生一世而已 既然活着 就让自己的活得更精彩一些 我期待着这样的生活 袁恩惠惠好奇的道 轩宇哥哥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们要面对怎样的敌人呢 蓝轩宇摇摇头 道 具体的不清楚 但隐约能猜到 在宇宙中 应该有实力不在我们之下 甚至比我们更强大的对手 正虎视眈眈的针对我们 联邦绝大部分战斗力 要面对的就是他们 而我们要做的 也同样是要去面对 这样的强大对手 蓝梦琴绝珠嘴 道 不去不行吗 蓝轩宇看住他 道 应该没有人会勉强你 但是 我们从学院中 获得的太多了 没有学院 我们能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吗 你能拥有前往精灵心 并且最终获得 B级前辈认可的机会吗 更何况 守护你的族人 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守护联邦 覆巢之下 岂有晚晚 没有国哪来的家 蓝梦琴沉默了 蓝轩宇说的对 没有国哪来的家 孟琴 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 保护你的 谁要是想伤害你 就必须要先踏过我的尸体 某人秀起了公二头鸡 在蓝梦琴身边 信誓旦旦的保证住 你好烦 离我远点 我用不住你保护 我自己会保护自己 蓝梦琴的情绪 显得有些焦躁 白秀秀拍拍蓝轩宇的手 示意她松开自己 然后走到蓝梦琴身边 拉着她的手 低声和她说着什么 蓝轩宇却没有因此 而放过蓝梦琴 她也跟随着走到蓝梦琴身边 梦琴 我不知道你对未来 是怎么想的 但有一点 我必须要提醒你的是 如果你真的后悔了 真的只想过 普通人的生活 那么 这次毕业考试 不要再考内院了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蓝梦琴 惊讶地抬起头 看向蓝轩宇 旁边的钱磊 却是急了 老大 梦琴 他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逼他蓝轩宇摇摇头 不 我不是在逼他 我只是告诉他 如果不想要付出 就不要继续获得 孟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蓝梦琴 反而变得平静下来 我明白 你们去拍卖会吧 我先回去 我想静静说完 他转身就往回走 钱磊看看蓝梦琴 再看看蓝轩宇 赶忙就追了上去 白秀秀有些无奈地看向蓝轩宇 你是不是太直白了 唐宇格来到蓝轩宇身边 道 不 应该直白一些 直白一些对孟琴是好事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 他是所有人之中最没斗志的一个 论天赋和条件 他甚至还要在我之上 双生五魂 并且是两大顶级五魂 可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前进的欲望和动力 甚至都有些是玩票的感觉 是我们大家在不断地飞速前进 带动住他有种不得不前进的感觉 快要毕业考试了 我们更是奇怪的候选 正好今天他问出那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和他说清楚是很正确的选择 他必须要有所抉择了 如果他选择退出 现在正是时候 未来 我们一起努力 替他偿还上亏欠学院的一切 而内院涉及到学院的核心机密 如果不愿意为了联邦 为了学院付出未来 他真的不适合再继续下去了 第833章还不进来 白秀秀抬头看向蓝轩宇 我去劝劝他把他和蓝孟琴感情极好 实际上 对于蓝孟琴的心态 他也早就有所感觉 只是一直没有说出来而已 蓝轩宇却一把将他拉住 道 这种事 只能依靠他自己想清楚 孟琴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我们说多了也没意义 走吧 我们继续去拍卖会 让钱磊跟住他就好了 钱磊跟住蓝孟琴 一路返回 路上蓝孟琴什么都没说 只是快步往回走 钱磊也没吭声 就那么跟在他身后 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 一直走到了蓝孟琴的宿舍门口 蓝孟琴打开宿舍门就要进去了 毫无疑问 他绝没有邀请钱磊进去的意思 等一下 孟琴 钱磊突然快速前进几步 来到他身后 干嘛 蓝孟琴回过身来 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钱磊低住头 目光灼灼地盯视住他 蓝孟琴的身高不算矮 但和钱磊比起来 却还是要差了许多 被他这样近距离地看住 他顿时有些不自在 但他还是倔强地说道 没有钱磊摇摇头 道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我不敢说特别了解你 但你绝不是一个 怕事和承担责任的人 你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些 一定有你自己的原因 是不是有什么事 需要帮助 你就告诉我 我们大家都一起帮你 听着他的话 蓝孟琴有些发呆 眼圈开始渐渐泛红 看他这个样子 钱磊顿时有点慌了 手足无措的道 你 你别哭啊 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要是我说错了 你打我也行 骂我也行 你可别哭啊 别伤心 我错了 别哭 别哭 他刚说到这里 突然 蓝孟琴猛地上前一步 一把用力地抱住他的腰 将面庞埋入他的怀中 然后就放声大哭起来 你 你怎么那么讨厌 那么讨厌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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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前蕾完全傻眼了 那么强壮的身体 在这一刻完全绷紧 僵硬 双手在身体两侧张开 瞪大了眼睛 瞳孔都在这一刻 开始有些失去焦距了 他喜欢蓝孟琴 众所周知 是蓝孟琴的霍花使者 大家也都清楚 至少班里从来没有其他男生 敢对蓝孟琴有什么想法 蓝孟琴当然也知道 他喜欢自己 对他也和对别人不太一样 这一点就算刘峰不说 钱蕾自己其实也是能感受到的 可是 认识这么多年了 这还是第一次 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蓝孟琴主动地贴近他 甚至可以说是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下 极其罕见的身体接触 更何况还是这种身体贴合的 全方位接触 蓝孟琴身上的气息很好闻 淡淡的清香 没有任何香水的味道 就是女孩子本身 自己的体香 她在哭着 甚至还不时抡起拳头 砸在她的胸膛上 可在这一刻 一股巨大的幸福 已经将钱雷整个人都充满了 她小心翼翼地合拢手臂 小心翼翼地开始碰触到她的身体 她没有反抗 只是哭和打塌 渐渐地 她胆子逐渐大了一些 收紧双臂 将她牢牢地搂在怀中 声音略带几分颤抖的南南道 不哭 宝贝不哭 我讨厌 是我讨厌 不哭 不哭 蓝孟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但却始终在她怀抱之中 似乎是要将自己内心之中 所有的悲伤 在这一刻全都释放出来似的 两人就这么在宿舍门口彼此相拥住 前蕾老实的不行 就只是抱着她 绝不敢用任何其他动作 念想都不敢有 生怕在这个时候触怒了她 就是抱着她 她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两久 蓝孟琴哭声收歇 推了推她的胸膛 前蕾赶忙松开手 一点都没敢坚持 蓝孟琴骤然回身 打开宿舍门就往里走 前蕾就站在原地 傻傻地看住她 看住她关门 直到宿舍门还有最后一道缝隙的时候 门又突然被拉开了 露出蓝孟琴梨花带雨的俏脸 称道 你还傻站住干嘛 还不进来 啊 前蕾就算在傻 这个时候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幸福瞬间爆棚 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 打开灯 蓝孟琴指了指客厅中的沙发 示意她坐 前蕾赶忙走过去坐下 正经微坐 就是那种挺直腰板 双腿并拢 双手放在膝盖上 宛如小学生一般的坐姿 看她这个样子 蓝孟琴不禁破涕未笑 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然后就转身走向了里面 前蕾眨了眨眼睛 低头看看自己 想了想 还是继续保持着这样的动作 她现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只要她开心就好 时间不长 蓝孟琴从里面走了出来 将一个杯子放在她面前 杯中的清水 荡漾着浓郁的生命气息 前蕾哪会不认的 正是海神湖湖水 虽说海神湖水 对他们来说 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 但这可是孟琴 给自己的海神湖水啊 那就完全不同了 赶忙喝了一口 前蕾这时候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蓝孟琴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整个人也有些发呆 两个人就这么傻坐住 保持着沉默 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前蕾一直保持着那样的坐姿 确实是不太舒服 足足半个小时之后 她轻轻地动了一下 蓝孟琴的目光顿时向她看来 吓得前蕾赶忙又立刻坐好 你怎么那么傻 蓝孟琴忍不住说道 前蕾挠挠头 我也不知道 和你在一起 我就下意识地就这样了 可能是太喜欢你了吧 反正在我心中 无论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特别开心蓝孟琴翻了个白眼 让你去死你也去啊 前蕾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傻傻地道 去 蓝孟琴一呆 眼神瞬间就变得软化了 她喜欢前蕾吗 她其实自己也不是特别知道 但她至少已经习惯了有她在身边的日子 她总会有意无意地想要和自己接触 有意无意地守护在自己身边 平日买吃的给自己 有了徽章的收益 自己需要什么 她都会主动送过来 哪怕是被拒绝了很多次 也依旧乐此不疲 六年了 马上就快六年的时间了 他们一起成长 一起长大 从少年变成了青年 成年 他们的身体在变化 心态也同样在变化 就在刚刚那一瞬 当蓝孟琴扑入前蕾怀中的时候 她能感受到她那剧烈跳动的心脏 手足无措的样子 还有那庞扶在小心呵护 刺娃娃一般的紧张 她也同样感受到了幸福 和她在一起 似乎并不差呢 刚入学的时候 她是个胖子 现在的她 虽然依旧远远没有蓝轩羽和圆恩灰灰那么好看 但却自有一份男人的刚毅 更何况 这是一个愿意为了自己去死的男人 她丝毫没有怀疑刚刚前蕾的话 更不会真的去尝试什么 在这一刻 她心中是甜蜜的 内心之中的伤感也被冲淡了许多 第八百三十四章 你凶我 我妈妈病了 蓝孟琴低声说道 啊 前蕾大吃一惊 什么病 严不严重 蓝孟琴轻轻地点了点头 很严重 连毕纪阿姨都没办法治疗 那是一种我们家族的遗传病 到了四十岁以后 就有可能出现 我族的族长 都会拥有极高的天赋 但是也都庞扶拥有诅咒一般 从没有能活过五十岁的 妈妈果然病了 毕纪阿姨说 那是血脉中缺少了一些特殊组成部分而导致的 而这方面 哪怕是联邦最高科技也没用 补充生命能量同样没用 补充多少 就会流失多少 我是妈妈唯一的女儿 必然是下一代的族长 我必须要回去 继承她的位置 守护我们的族人 我没得选择 而且 我希望在妈妈最后的这几年 能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前蕾 我真的不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 学院对我的好 对我的帮助 我都知道 更何况 我也舍不得大家 可是 我没得选择 队长说的对 我不应该再自私地去考入内院了 我刚才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等毕业考试之后 我就要回去了 回去陪伴妈妈 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和爸爸一起陪着她走完最后的时间 等她走了以后 我就会是我族的族长 钱蕾听的发呆 紧张渐渐舒缓了 此时此刻 她只觉得内心无比的疼痛 蓝梦琴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些 就只是自己默默地承受着 如果不是因为对她太过熟悉 感受到了那份不对 她也发现不了她的心事 此时听她讲出来 钱蕾真的有种要清尽一切去帮助她的想法 你不考了 那我也不考了 我陪你一起回去 陪你一起照顾妈妈 守护族人 我虽然没你实力强 但我也还可以地 钱蕾毫不犹豫地说道 蓝梦琴摇摇头 道 你傻不傻 你还不明白吗 我不可以的 爱上我 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当初 我爸爸就是明知道 妈妈很可能活不过五十岁 却毅然决然地坚持 要和她在一起的 可妈妈告诉我 她后悔了 她不应该嫁给爸爸 不应该将她带回族中 如果不将她带回来 他们的感情不是那么好 现在爸爸也不会有那么痛苦 妈妈说得很对 真的爱一个人就要懂得放手 我和她一样 同样逃不出宿命的安排 同样活不到五十岁 所以 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害了你 更何况 大家还要冲击史莱克七怪 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样的资格 少了我一个 你们还有机会 可以让丁卓涵或者是冰天凉地补 但如果你也走了 我就太对不起大家了 今天和你说这些 其实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不可能 也请你为我保密吧 我不希望大家因为我的事情而伤感 既然已经不可改变 那我就会去主动承受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浅磊看住她 眼神有些呆滞 蓝梦勤低下头 继续到 家族的传承还要延续 如果你愿意 在我离开学院之前 我会把自己给你 甚至怀上你的孩子 以后我们再不会见面了 就让我留在你的记忆之中 只留下一份美好 这几年和大家在一起 我真的很开心 正在蓝梦勤说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间 一声咆哮骤然响起 蓝梦勤 蓝梦勤被突然出现的巨大声音吓了一跳 抬起头 不可思议地看向前蕾 而此时的前蕾 已经完全变了 就像是变身了一般 双目通红地看住她 宛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一般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在践踏我对你的爱 更在践踏大家对你的感情 她猛地站起身来 一步来到蓝梦勤面前 然后一把将她从椅子里拽了起来 双手抓住她的肩膀 弯下腰 近距离地盯视住她 愤怒地道 出了事情 你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不让大家一起面对 这里是史莱克学院 这里拥有着众位神级前辈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 为什么就一定不能化解 你妈妈身上的问题 退一步说 你说的是什么傻话 你爸爸当初能为了你妈妈 前往你们的族群 我就不行吗 我对你的爱 哪里不如你爸爸对你妈妈了 就算你真的只能活五十岁又怎样 我愿意陪你 以后伤心是以后的事情 如果现在没有了你 我现在就会伤心 我现在就不想活了 你懂不懂 你以为现在和我分开 再不理会我 就是对我好了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就只喜欢你一个人 只爱你一个人 永远都不可能再爱别人了 没有你 我永远 永远都不可能幸福 你明不明白 我不要你的身体 我要你整个人 你的心 你的一切 你的所有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无论刀山火海 还是宇宙星空 死我也要死在你身边 反正这辈子 我就赖上你了 你别想推开我 你别想 我是你的人了 从见到你那一刻 开始就是了 说完这番话 前蕾不禁有些喘息 双眸泛红 他身高超过两米 肩宽被阔 每一块肌肉 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蓝梦晴只有一米其高 身材鲜细 被他抓住肩膀 就像是可怜巴巴的小美女 彭腹要被野兽吞噬一般 蓝梦晴的双眸直直地看住他 感受着他由内而外迸发出的怒火 声音中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喃喃道 你凶我 前蕾一呆 先前那滔天的气焰 几乎是瞬间就如同冰雪笑容一般消失了 脸上表情骤然凝滞 下一瞬 他彭腹才意识到了自己做了什么 抓住蓝梦晴肩膀的双手赶忙松开 结结巴巴地道 没 我 我没有 我不敢 还说不敢 蓝梦晴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前蕾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垮了 再也没有半分先前气势汹汹的样子 就像是从狮子瞬间变成了小绵羊 我不敢啊 你知道的 我不敢的 我就是有点激动 我 我怕你不要我 抛下我 我错了 梦晴 我错了 蓝梦晴不屑地哼了一声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刚才你不是挺爷们的吗 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眼眸中却渐渐流露出了笑意 但泪水却在笑意之中开始积蓄 看他这个样子 前蕾顿时变得更加手足无措了 一时间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 急得身体直抖 两次了 你今天让我哭了两次 死胖子蓝梦晴突然上前一步 再次抱住了他的腰 紧紧地 比之前在宿舍前更紧 此时此刻 在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闪过 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人 千蕾这次的反应就快得多了 赶忙搂住他 搂住对他来说宛如西式珍宝一般的存在 脸上的表情不再急切 而是露出一种傻得不能再傻的傻笑 他 他哭了两次 但也抱了我两次啊 第835章约法三章 这次蓝梦晴没有再将他推开 而是靠在他的怀中 低声道 我该怎么办 你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宿命无法改变 族人需要我 我能不回去吗 妈妈还不知道能活多久 她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虚弱 我没办法的 真的没办法的 不 一定会有办法的 梦晴 你听我说前蕾柔声道 虽然我们谁都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既然遇到了就要勇敢面对 你家族的遗传问题 或许以前都一直没能解决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以后也没办法解决 科学一直在高速进步 放在万年前 你能想象我们人类可以制造出宇宙飞船 遨游太空 能想象到人类能够真的完成星际殖民吗 每一天 我们人类都在创造奇迹 为什么奇迹就不能出现在你母亲身上呢 正所谓一人计短两人计长 我们这么多人 而且还可以请求学院的帮助 说不定就真的有机会呢 就算不能治好你妈妈 没准也可以延长她的声音 如果真的能把她治好 那么她可以继续做她的组长 而你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考上内院 才是最好的两全其美办法 所以 这件事你不应该向大家隐瞒的 应该让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如果真的实在没办法 我就跟你回去 我相信老大他们一定是能理解的 好嘛 蓝梦琴眼前一片模糊 自从母亲在一年前病了之后 她的心就一直彷徨无助 每天虽然在努力修炼 可她的心却早已飞回到母亲身边了 如果不是母亲严厉的命令 她必须要完成学业 或许她早就已经回去了 此时此刻 靠在前脸怀中 她突然有种有了依赖的感觉 今天哭这两次 将她内心之中激压的抑郁 全都释放了出来 胸衣之间顿时无比的畅快 真的应该告诉大家吗 我真不想因为我的事 让大家筑集蓝梦琴低声道 这个你听我的吧 当初 我们还在天罗星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过 我跟疯子能考上史莱克学院 就算后来考上了 你也知道我什么实力 但是 我们一直都在创造奇迹 在老大的带领下 现在甚至已经成为了史莱克 奇怪的竞争者 所以 在这个世界上 你一定要相信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只有你去做或者不做 我现在就给老大打电话 请大家回来 一边说着 钱蕾抬起手 开始拨通魂倒通讯器 蓝梦琴还想要阻拦她 却被她另一只手抱住 挣了挣 但这次钱蕾却没有听她的 她很爱她 在她面前甚至是怯懦的 但是 如果是为了她好 她依旧会有自己的坚持 通讯拨通 钱蕾道 老大 你们能不能回来一趟 孟琴今天的反应是 因为家里出了事 比较麻烦的事情 大家回来 咱们商量一下好吗 我们在孟琴的宿舍 等我们另一边的蓝轩语 只说了三个字 通讯挂断 钱蕾长出口气 微笑道 不知道为什么 一听到老大回来 我就特别有主心骨 我有种感觉 你妈妈的问题 老大一定能解决 你信不信 蓝梦琴离开她的怀抱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太好了 可是 这真的可能吗 这个家族遗传的基因缺陷 已经祸害了我们数千年的时间 我真的不敢奢望钱蕾道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难道老大创造的奇迹还少吗 等她过来把蓝梦琴看了她一眼 钱蕾心中一动 道 梦琴 要是你妈妈的问题解决了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 蓝梦琴道 什么事 钱蕾道 做女朋友吧 我不是趁人之危 真的 我是真的喜欢你 无论结果如何 无论你怎么选择 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你虽然不如轩语 但依你现在的天赋 考路内院几乎毫无问题 未来前途远大 你就这么放弃了 蓝梦琴看住她道 钱蕾呵呵一笑 道 我是注定要成为老婆奴的男人 所以 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 什么远大的前途都没什么意义 我只想老婆孩子热炕头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我这绝不是因为冲动才这么说的 这就是我的真情实感 我就两个梦想嘛 赚钱和娶你 蓝梦琴白了她一眼 然后别过头去 翘脸微红 就连金银剔透的耳锤 都有些发红 然后却很明显地点了下头 钱蕾大喜 他万万没想到 对于自己来说 今天是如此的脾气泰来 一步上前就要去抱蓝梦琴 站住蓝梦琴冷哼一声 钱蕾就像是中了定身法一般 站在原地 可怜兮兮地看住她 蓝梦琴转过身 然后向她伸出三根手指 约法三张 第一 以后你一切都要听我的 第二 不许再凶我 只能我凶你 第三 嗯 我还没想到 以后再说吧 好的 好的 没问题 钱蕾犹如小鸡赤米一般 连连点头 蓝梦琴终于笑了 吹了她肩膀一下 然后才主动靠入她怀中 让她抱着自己 钱蕾脸仗的通红 也得意幸福的通红 人生至此 夫妇何求啊 时间不长 外面传来了门铃声 两人这才迅速分开 蓝梦琴翘脸通红地整理了一下衣服 钱蕾则跑去开门 门外 蓝轩宇 白秀秀 唐宇格 袁恩辉辉和刘峰全都回来了 事实上 他们也刚到拍卖会不久 也没遇到什么合适的东西 就被钱蕾一个通讯叫了回来 看到红光满面的钱蕾 蓝轩宇原本急切的心情顿时消失了一半 看她这样子 怎么也不像是在助击啊 梦琴白秀秀已经忍不住冲了进去 去找蓝梦琴 她是最急切的一个 在众人之中 她和蓝梦琴感情最好 认识时间也最长 等大家全都走进蓝梦琴宿舍 在大厅之中聚齐的时候 不约而同的都产生出几分疑惑的心情 他们都是聪明人 一个个精神力强大 自然感受得到蓝梦琴和钱蕾之间的那份一样 蓝轩宇看看钱蕾 再看看蓝梦琴 看住两人都有些发红的脸 疑惑得到 什么情况你们俩 钱蕾唯唯诺诺的 有点说不出话来 低眉顺眼的站在那里 蓝梦琴不禁弯了她一眼 道 看你那点出息 没什么 我们在一起了而已 蓝轩宇五人无不目瞪口呆 就连刘峰都忍不住道 这也太快了点吧 钱蕾猛然抬起头 怒道 快什么快 你会不会说话 梦琴只是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 刘峰疑惑得到 对啊 我就是说的这个 你想什么呢 蓝梦琴羞怒交加 踹了钱蕾一脚 不会说话就闭嘴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让我静静 胖子 梦琴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蓝轩宇关注的 还是最重要的地方 钱蕾定了定神 这才将蓝梦琴所说的情况 讲了一遍 一遍